另外一個名字就是 重點是說這邊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去想辦法去固執這個 ProSys 這個東西 重點是說 eventually 這個東西是需要用 ProSys 自己來寫 四個五元的真正的 因為 ProSys 已經是一個非常 expressive的 language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可以自己寫自己 像是 C 原是什麼寫的 C寫的 就是 C 的 compiler 是 C 寫的 那 OK 那剛才提到說 已經有 ProSys 的 Grammar 它叫做 std.pm 它已經是在 plus 3 裡面 那它可以 plus 幾 當然 然後裡面有一個小層次叫做 pn5 它把 std.pm translate 成一個 pnc 檔 那 pnc 檔是一個 pure Pro5 的檔 它把這些入入的 Grammar 通通 translate 成 就是非常 repose 的 reference question 出來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然後你也可以用這個 Grammar 裡面的入入的 name 去 reference time 所以有一個 try by 它會去試著這個去 match 那所有現在的 parts 裡面的 test 都可以被這個 Grammar parsed 那 eventually 就是說 所有剛剛前面提到的這些 implementation 都會改用這個 作為他們的 Grammar parsing 的這個部分 OK 所以 ProSys 它其實整個 spec 是有 spec 但是現在講說 implementation 多完整的 是來看說它的 test 到底 pass 多少 那現在一共有大概 2 萬個 unit test 然後其中 5000 個已經被 review 過 然後仔細的 categorize 成說 其實真的是 spec 哪一部分 那這個是 Robbdow 現在的 test pass 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 pass 有大概 2 千幾百多個 OK 好 那我要快速的講一下 是比較有趣的是 ProSys 或者 ProFive的影響 因為這些東西是你今天就可以用的 那 ProFive 10 的新功能 剛才已經提過了 State 或者是 Switch 這兩樣的東西 好 那剛才提到了這個 name-based capture 那我快速再講一下就是說 剛才我們說把這個 match 起來 放在 letter 裡面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 reference 它 所以我還要再 match 幾塊子 好 所以你用 backsearch k 然後 letter OK 所以你會 match aa 然後我會 match ab OK 然後你最後把它 replace 成這個 letter 所以你的 aa 會變成 a bd 會變成 b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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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個有趣的部分是 在 ProFive 裡面現在有一個很大的話題 就是 Moose 然後現在已經好像滿多人用 然後大家就會用一個很神秘的元素 那 這邊是 Moose 的一些 syntactic sugar 給它 你可以用它來很方便地 declare 一個很簡單的 class OK s y rw plus int 所以它會做一些 type checking的事情 或是 coercion 好 那這個 method就是這樣 那它的繼承 呃 事實上寫 s 10 然後s z 然後你可以對於這個 clear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 clear 做一些 modifying 好 after clear 之後呢 我們把自己的設定 OK 好 那事實上它並不是一個型態的 sugar 而已 它有一整個完整的 meta-opture 的 protocol 好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可以去 create class 出來 dynamically 然後 或者是說 compose an anonymous class 出來 OK 所以 這聽起來很複雜 但是有點像是 呃 可以像是什麼呢 有點像是 建構一個 class 出來 然後你再去 multiply 這些東西 就是 dynamically declare一個 class 出來 然後你還可以 你還是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class 去 sentient 然後再使用 好 那另外一個是 那另外一個是 最近再 hack 了一話 你說 pro 6 declare 就是說 把 pro 6 declare的東西 帶到 pro 5來 好 所以你可以用 sub 6 去 declare的東西 就這樣 好 然後你可以用這樣的 calling convention 去 call它 好 那事實上我們做一下 所以這樣子 本來你用 Perl 直接用一個 hash 去 pass 進去 才會很快 那這個還沒有完成完成 但是是一個滿新的 project 所以我還滿滿興趣的 那重點啊 就是 pro 6 是我們時候會出現 by christmas always 但是 我們從來不說是哪個 christmas 那可是歐平常講的就是說 那可是歐平常講的就是說 就是說 once we have a process every day will be like 所以 但是你現在就是可以用 剛才提到一些 偷偷版的 一些新的 feature 來 就是顯示程式 或者是用 慕斯這樣的東西 來做一些 比較大的系統 OK 好 那 但是這樣 可以 有問題 可以問答 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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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實際上就是 在pro 5 的時候 它已經有解類 是一個 right only 的語言 那到 pro 6 會不會 變成是一個 only right only 所以問題是說 pro 5 已經有點像 right only 語言 那pro 6 會不會更 更 right only 那事實上 那 因爲我們說呢 pro 6 是一個right only 的語言 大家常聽到 那我想這是很多 就是說很 不好的principles 在裡面 因為pro 怎麼講 它不 enforce 某一種 某一種holding style OK 那事實上 有一本書叫做 pro best practices 那事實上 它裡面就是 規範很多說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做 在各種情況下 那所以 就是說 pro本身是一個 語言上是一個很free的東西 但是你的organization 你的同事 你的 你的 你可以去規範說 我們要用這個convention 我們要用這個start 好 那所以 所以 pro 6 會讓更多東西更簡潔 好 但是會更 explicit 不會說 它有很多 efforts 讓比較混淆的部分 變得更不混淆 比如說你看到那個C9 前號的部分 那所以我想 會是一個 有幫助的 你的改變 非常多 謝謝 謝謝 贊造 謝謝 謝謝